这是2020年缅甸瓦邦金殿结案的现场录像 异国他乡 中国人抢中国人 一声声绝望的惨叫让人毛骨悚然 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三明劫匪的下场又如何 2020年5月2日凌晨 缅甸瓦邦南邓特区的中国珠宝金殿 老板叶某正准备关门 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金殿的一扇卷帘门已经拉下 叶某站在殿门前 正要去拉第二扇卷帘门 当时正是疫情肆虐的时候 画面中叶某穿着白衬衫 戴着白色口罩 就在这个时候 三个戴着黑色口罩 穿着体恤的年轻男子 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说是要买金饰 叶某没有多想什么 就把他们迎进店里 叶某是福建省莆田县北高人 刚到缅甸开金店不久 照例三个年轻男子凌晨来买金饰 已经让人生意 叶某一个人在店里该有所警惕才对 但也许看着同事中国人 叶某还是热情地借担了他们 只见三名男子往店里走 叶某慢悠悠跟着 第一个穿黑体恤的男子 走到柜台拐角处 还在给他介绍金饰 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 跟在他身后的另外两名男子 对凌晨在金店 被三名陌生年轻男子 前后围住的局面 丝毫没有警惕 就在走在前面的男子 向左转过柜台的时候 叶某后面的一个男子 突然往前一跳 双臂勒住了叶某脖子 叶某惊呼一声 转过身挣扎起来 而跟在后面的另一个男子 还漫不经心 稍稍犹豫了一下 才上去帮忙 很快 叶某惨叫着 被按在地上 从监控画面中消失 而走在前面的男子 这时已经绕到店门口 拉下了金店的第二扇卷帘门 此时叶某陷入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绝境 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画面中只见劫范拿刀的手臂 一下又一下地做屈身运动 叶某撕心裂肺的哀嚎 一声声响起 偶尔叶某还在画面中冒出来一下 可是瞬间就被按了下去 等到叶某的惨叫 渐渐微弱直到消失 三名劫匪开始拖拽叶某的身体 他们有时还紧张地 向店门口望一眼 可是凌晨时分 又有谁会来救叶某 但劫匪们还是不放心 又凶残地捅了叶某几刀 显然劫匪不仅要劫财 还要夺命 等到天亮叶某被发现时 已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 金店里满地鲜血 货柜里的金饰被洗劫一空 这是2020年缅甸瓦帮公审南邓502金店 抢劫杀人案的真实影响 只见三名劫匪背向审判席 每人身后都有三名南邓军警 将他们按跪在地上 12天后 他们就被执行了枪决 那这三名劫匪为什么这么快就被公判枪决了 他们又是如何落网的 都说缅甸很多地方混乱如同法外之地 但瓦帮却有些例外 虽然1953年以前 缅甸瓦族还有猎人头的习俗 祭祀前会派村里年轻力壮的人 到寨子外去杀人割头 把人头带回寨子 献祭给神明祈求保佑 而这种习俗再加上金三角的恶名 让人感觉缅甸瓦帮混乱异常 毫无安全可言 但其实瓦帮猎人头的习俗早已废除 整个瓦帮的社会治安状况 相较于缅甸其他地方还是不错 只要不是被中国电信诈骗集团控制住的人 在瓦帮都能得到一定的保护 这是因为瓦帮虽然以瓦族为主 但汉文化在瓦帮占有主流地位 瓦帮不仅通用人民币播放中国的电视节目 本地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以汉语为主 而瓦帮的司法治安更是效仿中国 大街小巷监控摄像头密布 店内基本也装有监控摄像 这也是502金店抢劫案 快速得以破获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502金店抢劫案发生前 南邓已经有六年没有发生过凶杀案 所以凶杀案一出 南邓当局极为重视 马上根据现场监控录像 对三名凶手展开大规模搜捕 军警在案发当天 就开始搜捕凶手了 一个在南邓开餐馆的四川人 告诉采访他的记者 南邓这些年治安很不错 凶杀案一传开 整个南邓都轰动了 也许叶某就是听闻南邓治安状况好 才来到南邓开金店 他有个姐姐也在南邓开金店 这也造成了叶某的大意 如果他能多留个心眼 也许还有逃脱的机会 而凶案被发现后才几个小时 福建人郑泽永和葛才德就被抓获 不知他们的乡音是不是也麻痹了叶某 郑泽永和葛才德被捕后 又供出了再逃案犯杨柳 而瓦邦方面 在追捕杨柳的同时 还把案情通报给中国警方请求协助 和南邓临近的云南苍原县公安局 迅速发出协查通报 即使杨柳逃回国 也将会被立即抓获 5月5日凌晨2点 杨柳就在瓦邦莫网 在抓捕杨的留影像中 只见他单膝跪在地上 双手被捆绑在身后 他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布满乌迹 鼻子里海流着血 正垂头丧气地回答军警的问题 杨柳是安徽人 当过兵 他和郑泽永 葛才德结识后 一起策划了抢劫金店 本来三人觉得金店戒备严密 郑泽永还提出要购买枪支 并于4月中旬 有葛才德在猛平一家酒吧 花1.8万元 买了只手枪和15发子弹 哪只三人来到南凳作案 遇到了毫无戒备的金店老板叶某 购买的手枪根本就没有用上 只不过三人在南凳作案 算是踢在了钢板上 有熟悉瓦邦的中国的网友称 在瓦邦行凶抢劫 会遭遇最严酷的执法力度 从三个凶手神速被抓 就可以看出此话并非虚言 2020年缅甸瓦邦的南凳 三名劫匪抢劫金店杀害福建老板 被抓后举行公审公判 在公判现场的影像中 南凳的群众踊跃为观 听到判处劫匪死刑 周围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宣判之后 三名劫匪被压到就近的刑场 刑场设在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上 周围都是白色的警戒线 只有军警压着三名劫匪进入刑场内 此外 刑场内有原木堆砌而成隔离墙 三名劫匪就跪在隔离墙前接受枪决 而三名劫匪从金店抢劫的金块和金项链 以及叶某的两部手机被全部追回 南邓特区在处决三名劫匪后 于5月19日举行了脏务归还仪式 当时归还仪式的红色条幅上 写着汉字5.02倍抢财物归还仪式 虽然华人控制的果敢被缅甸收复后 缅文已在果敢被强制使用 而瓦邦自制程度更高 汉文汉语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当时南邓特区政府官员 军方代表 司法委警察局局长 以及司法委交警副中队长等 作为集案方 向受害者家属归还58根金项链 两部手机等财物 从南邓方面的代表来看 就知道为侦破这起案件 南邓司法机构投入的力量有多大 这些力量是南邓治安的有力保障 不过在南邓该有的警惕还是要有 毕竟人们不知道 穷凶极恶之徒 会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之后受害人叶某家属 给参与破案的各方 送上了中文锦旗 感谢他们为叶某张了正义 瓦邦不是法外之地 这起案子对一些不法分子 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给叶某家属归